阿里莫娃已经是被换到场下 不要浪费过多的体力 为今后的比赛做准备 现在发球的是10号 法蒂玛 这位队员也是在24岁 身高1米75 阿里莫娃的一个被溜 保护很到位很顽强机会 再次被篮 连续三个球被篮了 还是打4号 这时候二船应该改变一下这个线路 然后给4号位的话 确实是压力很大 出界了 阿尔及利亚队一个扣球失误 送给俄罗斯队一分 现在俄罗斯队也是很轻松的拿下了第二局 第二局呢 因为俄罗斯队换上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替补 然后自身的失误增多 给阿尔及利亚队的一些机会 那阿尔及利亚队也是拿到了不少的分数 不过他们仍然是打的没有起色 对吧 现在是两局结束了 小龙你说说今天这个阿尔及利亚女排 他们发挥怎么样 他们发挥有些 其实并不是说他们技术不好 那么他们今天可能是输 输在了自己的心态上 他们一精力不集中 二比赛不投入 打得没有激情 感觉像是没精神 提前放弃了 知道比赛要输一样 也不愿意去拼搏 有些遗传比较好的球呢 其实他们也是像日本队一样 打了很多战术和配合 这是他们的一个亮点 不过由于俄罗斯队的发球 和他们的强攻 实力实在太强了 他们这种遗传好的情况也不多 他们更多的是遗传不到位 很被动地选择了调整的 二号位与四号位 其实说到这个实力不如人 我们更应该学习一下日本队 因为像日本队的身高呢 在女排界也是不占优势的 但是就在今年的女排大奖赛的时候 日本队居然是以3比0击败过意大利队 而且是在那个意大利队 非常一个阵容比较完整的 这个时候击败的 所以说日本队还是坚持打自己的风格 不离不弃 也不放弃自己的这个优势 不管你对手有多么强大 我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所以呢 就在对手看到 日本队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劣势的时候 他们自己放松了心态 而且是失误增多 所以也会输掉比赛 那么作为阿尔及利亚队来说 他们虽然是实力上和俄罗斯队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还是应该打出自己的特点 要顽强的去争每一分 亚洲球队普遍的特点就是比较黏 比较有韧 中国女排也是非常有关键 双方如果是打到很僵持那样平分的时候 也许中国女排会发挥的更好 但是就是在这种稍稍有点领先 自己的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不过阿尔及利亚队现在还很年轻 他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希望在本次奥运会之后 他们也能够获得一个较大的提升 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说不定在四年之后 又可以在奥运会赛场上见到这些熟悉的面孔 那个时候的话 他们一定会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 希望吧 现在第三局马上就要开始 在前两局当中的俄罗斯队是以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得到了前两局的胜利 那么我们现在一同来关注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 现在第三局的俄罗斯队也是换上了 他们的11号加莫娃 看来他们也想速战速决 对 不要消耗对面太多的体力与精力 斯科罗娃一个被溜 有效篮网 四号位 还有机会 加莫娃靠球 好像是打手了 应该有点碰手 彩排也是11届内 没办法 遇到这种球真没办法 米尔库罗娃 比赛人不太到位 机会打快 好的 好球 这个球 你看到他也是非常低 这个点很低 仅仅也就是刚出网 对 但是节奏掌握得很好 速度很快 是 俄罗斯队的篮网还没有完全的形成 就下手得分了 打开球 这个球 这个球可能二传传出球之后呢 有点靠后 那么三号 阿里莫娃这球 扣得不太舒服 也是在身后那么一点 点到唐欣 比赛人的过往 阿里莫娃今天在几次的网上争夺 都是被对方按了回来 是 这个球还是不错 轻轻一扣 扣到场心 超手 一定身高占优势 很无奈啊 这球 索克罗娃继续发球 四球 漂亮 这个斜线打得非常好 两名队员呢 在中间防守 但是却打到了空档处 线路也是比较好 8号 一分米娃 好球 看到这个发球是显示 是71公里的小时 这样一个速度 其实并不快 因为在女排当中 我们看到王一梅的发球 已经达到了101公里 看来俄罗斯队今天 确实是没有用尽 自己的这个全部实力 好球 这又是一个超手 这个球虽然在后面是由加莫娃打成了 但是在之前呢 18号这米娃传手和3号阿里莫娃的配合 仍然不是很默契 刚才那个球阿里莫娃也是也是同样扣的不太舒服 球比较靠后 他们需要多多磨合磨合 好我们再看一下网上有一位网友的留言 说瑞瑞二号位的球不过只是一个调整弓 根本不是说的战术 另外瑞瑞很多都是打二号位的被飞 而不是三号位的快球 因为在二号位的牵扯比较大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吧 瑞瑞在二号位扣球是调整弓 那么调整弓调整弓 一般都调整到四号位 那么这个时候瑞瑞在前排为什么会调整到二号位呢 因为瑞瑞毕竟有高度 他在二号位的扣球也可以像加莫娃一样 有非常高的点非常高的实力 这么说呢也是一种打法的突破吧 很新颖 中国队没有一个副攻守可以这样打的 而且是在这个防反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二船呢通过他自己的观察 看到哪一个点 他对方的拦网队员没有跟上 就会调整到这个点 因为毕竟在没有拦网的时候呢 我们来打这样的话相对容易一些 而瑞瑞多打是二号位的被飞 其实这里不是被飞是被溜 二号位的被溜和不而不是打三号位的快球 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的一种战术的特色 那么当年在刘亚南打球的时候 以及现在中国队的两名复攻 他们都是很多的横昆 都是选择了传被溜 这样你说了很对 确实对对方牵扯很大 那么是非常好的利用了往常九米的这个优势 我们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 他确实也是一个台球迷 也是比较专业 对 我们非常高兴大家能在这个平台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们也很高兴与大家共同探讨 有什么好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想法 都可以在这个边看边聊把话当中与我们沟通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谢谢大家